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CSU 現在我人在二樓 二樓這家餐廳算是還蠻有名的齁 所以今天帶大家看一下這邊的菜色如何囉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這家店 其實就是很多樣 義大利麵飯類 海味菜然後早午餐 還有Chen Joy喜歡的那個 漢堡 香糖 那邊有雙輪餐980塊 可是我自己是不太餓 我點開胃菜吃 所以你點個你想吃的吧 這邊座位其實還蠻寬敞的 放一台相機在這邊非常的妥當 哇!它甜點看起來也很了不起 這邊價位都落在大概300上下左右不等 所以我們就等一下再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點了什麼吧 我剛剛發現這個菜單上面竟然可以有狗狗餐點 就是你可以帶狗狗來這邊誘餐然後吃這個 狗狗嫩蛋的介紹 這有前提喔 前提你的狗狗要不會亂跑不會睡覺不會亂尿尿才可以淡進 來喔!來這麼可愛的店 這是我們兩個的小小約會 我以為我剛剛這樣舔他的手他會 他會 像個潑伏一樣 沒想到今天買收斂的啊 凱希成這樣 很奶的奶昔喔 自從賣到沒有賣奶昔以後 宣誘整個瘋狂了好不好 真的是只要有香草奶昔的店家 我一定必贏 他說麵包可以試 這是逼私我試吧 那我就吃到飽了 來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們目前桌上的餐點 就是飲料的部分他們都會先上 這是套餐所附贈的湯啊 然後麵包他麵包看起來蠻酷的齁 就是走這種硬巴巴路線 你們看一下 很像乾涼的 然後就是搭配這個 應該是蠻好吃的 如果有奶油會更棒 好像花福薯條塔 顧名思義就是 起司肉醬薯條 好可靠喔 這個吃下去真的會胖耶 180 看奶昔看起來就很好喔 小美冰淇淋 又是小美冰淇淋 小美冰淇淋到哪裡都要拆一咖 來啊 這個麵包有嚇到我了 我以為他是乾涼 沒想到他裡面 軟耶 鬆軟耶 好不好 好吃 這個單吃就很棒 不需要沾醬 沾一點湯應該不錯 喔好吃 來各位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宣的主菜部分 籃蛋雞排 好不好 這個漢堡其實還算是蠻大的喔 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的漢堡堡 這一個才290元 蠻收滿的喔 來我們看一下他裡面的雞 哇一小塊啊 然後萵具是蠻多的 感覺蠻酥實的 邊吃漢堡邊摳耳朵 一定癢嘛 誰想你啊 這也太大了 這樣還沒習相 不會啊 這張大口吃 它味道好像那個喔 大麥克 謝謝謝謝 看一下這家店員多貼心 還拿刺織機給你 我覺得基本好的服務就是要這樣 就像是我們之前 我們很要求服務的時候 就像聽到筷子掉跟靜音 什麼之類的 就是要立刻幫客人去 而且像這邊的地兒其實離我們非常遙遠 可是他都有在注意客人的一舉運動 我覺得蠻貼心的 難得耶 在二樓吃 然後拍片 有這麼好的服務品質 環境也很棒 可惜的是鬆餅賣完 不然這都很想吃鬆餅 等一下我們的甜點叫做強的 很奇怪的名字喔 OK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道餐點喔 就是甜點的部分 這叫做強的 180塊錢 目前它有一個非常濃濃的巧克力味 飄了過來好不好 這個鮮奶油先拿掉 然後這是非常濃郁的巧克力 欸很軟耶 對啊 很像果凍 喔 直接再給它切下去 超軟喔 OK它的很前面其實就是只是蛋糕 普通蛋糕 拿起來給大家看 就像這樣 它是冰的 巧克力味很重 吃完嘴巴都巧克力味 裡面好像是 一點點小內餡吧 巧克力醬吧 我想 是想像黑森林 今天呢 二樓餐廳的體育還算不錯 那如果大家也喜歡這樣的一個餐廳的話 其實大家二樓在Google上面查 很容易就查到 它蠻多分店的齁 只是建議還是地位一下比較好 因為它其實接封時段可能都會客滿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喜歡影片還是喜歡 不喜歡還是不喜歡 那喜歡朋友訂閱我 我是謝叔 每天五點發布影片 大家我們 拜拜 拜拜六